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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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圆風伴吹散塵香 将满轻眼上 乍以为当归入药堂 相思泪须的心头伤 夜儿了手舞在枕上 又临时荒凉 伴下星月角千里过 与君已变两苍茫 变了此剧不归几净的来生在续遇 争取往不流行 等心燃尽不过停 一晚未相度火欢 心唐情君已变 大雨细细历历 模糊眼睛 却让你曾经更清晰 为君再走一曲 今夕何夕 描手难回天注地 大雨细细历历 暂时回忆 横别离物要可遇 仍有情而天 无恶白云都散去 生命越叹息 大雨细细历历 暂时回忆 横别离物要可遇 仍有情而天 无恶白云都散去 生命越叹息 仍有情而天 无恶白云都散去 大雨细细历历 你终于回来了 我蹲你晚上 噓噓 没人发现吧 噓噓 没人发现吧 噓噓 放心 没人发现 走 走 走 好啊 你还知道回来 哟 胆子大了吗 现在都开始夜不归宿了 不知廉耻 知不知廉耻 又轮不着你这个庶女来过问 你 够了 你身为韩府的帝女 一点不自持身份 不懂得亲爱姊妹 简直就是没有礼仪廉耻 告诉我 你昨天晚上到底去干什么了 上山采药 现在了还蛮口谎言 上山采药需要传上夜星医吗 你到底去哪儿了 再不说实话 我可要加法刺头了 这就是事实 不先算了 老爷 老爷息怒啊 芸汐她从小就喜欢草药 而且会经常出去采药的 您就相信她吧 是啊 爹 姐姐不会骗我们的 芸汐 虽然我不是你的亲娘 但好歹你也叫我一生母亲 既然我担着这个身份 便有责任提醒你 一个未出阁的姑娘 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太任性了 要为自己的家人 和自己的亲育 多考虑一些 你娘说得没错 你给我老实交代 是不是出去招什么 不散不死的男人了 你觉得我现在这个样子 有谁喜欢 是啊 咱们因为最终的女人 不是死纪折 对 那屁股 不是ให้ 送我个坏 一定会 让我留个个人 我去med它 我们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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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什么 你爱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御赐黄教一顶 朕 今日身体不适 择日在召见 老奴谨遵圣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以朝廷之底筑 国家之干成也 皇帝秦王 此次边观大节 获敌千万 文武坚拳 朕知弓骨 使尺国之大兴 朕则日亲临太和 加乃批计 以恰朕亦 倾此 呜呜 参见太子殿下 你是何人 卑职楚西风 乃秦王殿下 军中副将 还请太子殿下恕罪 因为我家殿下 参加之前的西丘一战 受了重伤 难得江阳些时日 刚刚好一些 变马不停蹄地赶回了京都 不料受了风寒 太医特意嘱咐 殿下再也不能轻易见风 所以还请太子殿下恕罪 皇叔武功盖世 乃天宁战神 之前你们与西丘一战 以一敌十 这区区一个风寒 怎么肯定伤得了皇叔 太子殿下不可 给我让开 你再拦的话就是违抗圣域 退下 皇叔 太子的话实不敢当 若是没有英勇无畏的天宁将士 百里将军和楚父将军的援军敢到 本王 可能早已战死沙场 天宁战神 不过是世人对本王的过誉 太子 不会也如此愚昧吧 皇叔说得是 秦王殿下 请接旨吧 秦王殿下请接旨吧 秦王 那是秦王殿下 小姐我们还是回去吧 舍利人太多了 小妻 那可是打了圣仗的秦王殿下 你不想一赌他的风资吗 听说啊 他不但文武双全 样貌也是一等一的好 他可是全天下女子 梦寐以求的夫君 他那样的神人 离我们这些普通人 太遥远了吧 那可不一定 我爹好歹也是皇家御医 身份也算是配得上 不要是能嫁给秦王啊 此类也愿意 不要留在这里看秦王 可是小姐 昨晚大小姐爷不归宿 老爷已经很生气了 要是让老爷知道 小姐你也私自跑出来 肯定会责罚小姐的 别拿我跟那个美娘的赖皮女比 我是谁啊 我可是爹爹最疼爱的女儿 那个赖皮女 就等着挨罚吧 非夜 此次你开疆拓土 实在是天宁的功臣 这封禄茶 乃是先皇所赐 实在是难得 而且有宁神补弃之功效 哀家 可是连陛下都舍不得给他喝 先母后 小四啊 茶当慢慢饮 你这样惊息牛饮的 真是可惜了哀家的好东西 还望母后见谅 儿臣回京之后 还没有探望母妃 梁瘤 急于回府 才喝得快了一些 哀家知道 你们母子情深 快去吧 和你的母妃团圆吧 谢母后 儿臣告退 来人 娘娘 把刚才那个小孽掌喝的茶杯 给哀家摔碎扔了 是 娘娘 奴婢有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前些时日 小厨房的婢女嘴馋 偷吃了娘娘剩下的枫禄茶 不想她体质特殊 竟然对枫禄茶过敏 全身骑满了疹子 晕了过去 你提起那个 被砍了手脚的剑壁做什么 娘娘 您刚才 赐了秦王殿下枫禄茶 你的意思是 奴婢记得清楚 当年秦王出生 钦天剑 便判定他命中待煞 冲撞国运 被刺在京畿郊外的刑宫养着 太后为安抚姨太妃 大肆赏赐秦王 截止说 那些赏赐中 便有这封禄茶 当年伺候秦王宫外的 太监回宫禀告说 秦王喝了茶 便立时抱枕晕倒 我们这些奴才 还议论过此事 都觉得秦王福博 竟连一杯茶都受不起 秦太妃还因此病了一场 以为是太后故意下毒 从此 再也不敢轻易地提 如果是太后果意下来 什么事 再让他找换 一定是不得东西 他就认为是一定有剑 在这七级的那里 非常多地球 他在这八年 不敢轻易地提 就像其他人 在这花生 冲露 冲露 都过了 那场大火 烧死了所有的人 唯独他逃了出来 哀家就觉得奇怪 娘娘猜疑的是 只怕这秦王的身份 不简单 只是 当年那场大火 是哀家暗中所为 如果要查秦王的身份 势必 要查出那场大火 哀家那个儿子 是个死闹警 规矩严密 一旦查出什么线索 恐怕 哀家也要受牵连 娘娘不如先派 不能撤 朕 全然是一系列的 你的谈刘 只要是 起来 我 没事 我 保佑 你 还 我就 没事 我 我 云 highlight 陛下 陛下 母后 哀家今天啊 来找你呢 是为了秦王的婚事 婚事 母后请讲 十几年前 哀家曾给秦王指过婚 当时只是一句玩笑 母后 指婚的事 怎么朕不知道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当时啊 哀家身重其毒 幸亏天心夫人救了哀家一命 哀家随口一句玩笑 就说要给她肚子里的孩子 找一门好亲事 当时姨妃也在 哀家就说 如果是个女孩子 就把她给了小四吧 那她的女儿现在何方 韩家 太医韩从安的嫡女 韩芸汐 就是那个满脸毒疮 筹满京城的韩家嫡女 正是 娶妻娶嫌 再说了 当时虽然是一句玩笑 但哀家乃是一国之母 说话岂能儿戏 韩家是医学世家 在朝廷里也没什么根基 再加上当年赐婚一事 相信秦王他不会不接受的 这倒也是一个不错的安排 母后英明 明日朕便下旨 让他们则即日完婚 可查清楚了 那片毒藏后是什么地方了 查清楚了 那片毒藏后是药鬼谷 那里的主人非常神秘 因有毒藏作为屏障 且传闻谷中充满剧毒草 平日根本没人敢靠近 有人经常去谷中求药 若得不到谷主人的同意 没人能活着进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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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七少 谷外有一群人想要进谷买药 看模样 似乎不是善类 他们来得这么快 走吧 我们去会会他们 敢问 求药何人 莫问出身 只为进谷求药 阁下不说是谁 想买我药鬼谷的药 缺了点诚意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钱这个东西 我向来就不缺 谷主 您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 你们开门做生意 我们进谷买药 祸款两清互不相见即可 不透露身份 自然是有不便的地方 你又何必多问 因为现在是你们有求于我 这又是我的地盘 当然是我说了算了 这样 价钱我再给你翻一倍 怎么样 浪费我的时间 还不如回去听白苏唱段小曲 我们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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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不愧 说这个日子 又是省圄理 有些人 小鼠 警察 你想进山谷 我倒要看看 没有我的允许 你怎么破这个毒涨 来人 放火 你不想透露自己的身份 却敢烧了我的山谷 想来也不怕烧山带来的后果 只怕 你的身份不一般吧 看来谷主也是个明白人 那还不快快放行 看来 你想买药真的是假的 我顾七少 虽然刚刚经营这个山谷 但也算有小小的名声在外 你想要进山谷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想要的东西 都在这个山谷里面 如果你真的想烧了 那就烧了吧 我就担心 你想要的东西 跟这把火 一块给烧没了 我就赤条条一身 能养的活自己 跟这两个壁子就不错了 这个山谷 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 你想烧 那就烧了吧 我说谷主 你这是何必啊 我们就是想进去挑些药材 你可别敬酒不吃 吃罚酒 你们才是不要仗士七人 我们说了不卖就是不卖 想要烧骨 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再说 你要保的 比这个壁子的命 还值钱吗 你想怎么样 进去找我要的草药 如若没有 我自然找你的 我的药鬼谷 可不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能走的 我知道药鬼谷的规矩 留下冤为 一甲子才长成玉珠 这个交易 也不亏 以毒攻毒 刻画百毒 还保存得这么好 反正毒丫头已经离开 好 那你们进去搜吧 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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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锁过了 别找大药 一个人都没有找到 每个角落都找了 没有 国主 打扰了 虽然没有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不过 这六煞鸳尾 请削纳 谢谢了 不送 帮我派人盯着他 嗯 走 不是 第一个 哇 没人 不批评 嗯 五 准 五 五 二 五 五 五 或者我话说 我说你怎么想 对了 姨娘 姨娘 我找到陈油草了 这么难找到草 你都找到了 当然了 傻孩子 你既然找到了草药 刚才为什么不跟你爹说呀 说了他也不会相信 我的方法有用的 放心吧 姐姐 这次一定有效 我会严格按照你的方法 把草药煎好了给你喝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曾将其腹中之女 指婚举配给秦王 什么 丑八卦要嫁秦王 公公 你没有搞错吧 不懂礼数的丫头 雪儿 住口 秀得无礼 归合了 如今秦王已是若冠之年 韩芸汐也已至婚配佳陵 其人贤良淑德 兰心晦姓 实乃秦王良配 特命两人与月底良辰完婚 今子 谢陛下 谢陛下 韩聪安 接旨吧 有劳公公了 嗯 小女年幼无知 不懂礼数 刚才唐突勒公公 多减量啊 这是怎么话说的呀 应该的 应该的 咱家给韩神医道喜了 好 太后口谕 请韩姑娘即刻进宫面见 韩姑娘 还是请跟我来吧 公公 还是让小女先梳洗打扮一番 再去见太后 比较好一点 好 那咱家就等等 为免下到太后 还是请韩姑娘 戴上面纱吧 是 公公请 请在前厅稍等片刻 好 帮她收拾一下 是 太好了姐姐 你要嫁人了 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保佑你啊 姐姐 你嫁给了秦王 以后就是秦王妃了 赖皮女 你也不照照镜子 想嫁给秦王 别做梦了 很是抱歉 我可还就是陛下 清典的秦王妃 你还要上皇室书册的 赖皮女 你少得意 像你这样的丑八怪 秦王看都不会看你一眼的 谁管他看不看 除非他敢抗旨不娶我 否则 以后你见了 我也得下跪行李 你 雪儿 闭嘴 小姐 我们今天还有好几副药 没有煎呢 我们去药房吧 去什么药房 雪儿 小姐 芸汐啊 走 我们去梳妆打扮 走 欺人太甚 简直是欺人太甚 她是不是知道哀家 最近在挑儿媳 故意给哀家添毒 娘娘您别生气 这气坏了身子 不正如了太后的意吗 她这是赤裸裸地 打我们秦王府的脸 韩家那个女儿谁不知道 废才一个 满脸烂疮 如何配得上非夜 谁都配不上咱家秦王殿下 哀家本来相中了百里姑娘 她温柔贤惠 百里将军 又是非夜的左膀右臂 她韩家有什么 不过 区区一个太医之家 如何配得上我们秦王府 只是 这韩芸汐毕竟是太后赐婚 如果不从 咱们王府可就是 抗旨的罪名 哀家自然有办法 让她嫁不进来 就算嫁进来 一年之内 也必定成为下唐妇 娘 我终于要离开这里了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今天这门亲事 我会想办法把她退掉的 父亲 这可是圣制 抗制可是要杀头的 知道 我会亲自去一趟宫里 跟太后说 说你打小身体就弱 现在还不宜出嫁 我为何不宜出嫁 你真的很想 嫁给那个秦王 我要是不嫁的话 这个家里还有我的位置吗 父亲难道想留我在家中一辈子 做个丑陋的老姑娘 就像若雪说的 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怎么能配得上那个秦王 如果你真的嫁过去的话 那只会让我们寒家 成为世人嘴里的笑话 太后只婚陛下下旨 我怎么就配不上了 我知道了 父亲是害怕 怕我成了秦王妃之后 会报复父亲从小到大 他对我的清淡 你在胡说什么呢 请父亲放心 你虽对我无情 我也不愿做那不孝之人 父亲可还有话要告诫我 没有的话 我要梳妆去面见太后了 请父亲 昨夜闯入山庄的共识五人 十四男一女 我们杀了五人 其余人逃走 不知去向 男人用的都是北利剑 为首一人武功高强 琐使剑法灵力 为北利皇室一派 暂时没有其他头绪 一帮废物 连几个人都抓不住 我要你们有何用 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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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不好了 慌慌张张的 一点太子的风范都没有 舅舅 有人闯进了我们的地盘 把我们一起研制的毒蛊人 给劫走了 比较好 Roland 助谈 你在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派府中的高手 去山庄再看看有什么线索 我倒要看看 是谁敢在京中接人 好 那今天 来 前面 我是 是 我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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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了 请不吝点赞 打赞 打赞 请不吝点赞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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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尬的名字 宫义的规矩不可变 入内庭不得申批兵甲 还请各位卸下盔甲兵器 我们卸下也便罢了 秦王殿下也要卸甲吗 请秦王殿下不要为难辈职 出征西丘之事 陛下便遇刺殿下可以披甲上殿 陛下圣口 倒这是军人的至高荣誉 你一个小小的殿前侍脸 说让殿下卸甲就卸甲 知皇命何在 知殿下的威严何在 下去吧 是 请秦王殿下再次稍等连客 稍等什么等 属下真是不解 这陛下到底是何意啊 西方 这里可是皇宫 万不可胡来 二十五十 é 二十一 前复 十一 张老师 前复 明天下 祖宫 洪宫 云王殿下 秦王殿下 秦王殿下 这很秦王殿下 此行 正名 回应 饿瓢遍野 老百姓一子而始 朕甚感悲痛 禀陛下 臣专管边关一十三县的 集合板籍 复役征收 与北历西丘的战役 连绵多年人口凋敝 水熟锐减 百姓实在是苦不堪言啊 安大人说得是 陛下 臣因为担忧边关战事 前段时日 总是寝食难安 百夜在家中长许短谈 恰巧听到家奴哭泣 出来疑问 原来他的老家就在边城 为躲避战祸 那秦王殿下还在外面等着吗 告诉少外侍人放心 就被劫匪抢劫 远途又无救济 结果 饿死的饿死 病死的病死 真是可怜啊 说什么悄悄话呢 大点声说出来让我们都听听 陛下还是不想见我们吗 西风 他这是个传话的 是 是大人 不要为了奴才啊 殿下 忽布侍郎上了奏折 此次战争 劳民伤财 陛下正在殿中追责忧思 恐怕 不能召见殿下了 笑话 西风 当初 殿下利监 要与西丘签订合约 避免战事 结果群臣反对啊 殿下是临危受命 为了赢得这场战争 差点在战场上战死 现在不论功行赏也就罢了 难道还要治我们的罪吗 西风 殿下 试可认输不可认 不许胡闹 进去传 秦王谢甲请罪 如果陛下还是不愿意召见 本王便去太庙跪先帝 是 殿下 不可谢甲呀 殿下不可 陛下上的荣誉 臣子不敢不当 这甲行义不能谢 甲不谢 就无法面见陛下 本王有些话 想要亲自对陛下说 我说 你没想到 我说 是 这边 就不过 我们在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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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